观众朋友好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 就职刚晚百天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访华的最后一天说不希望出现新型殖民主义 宣布取消境内的两个价值22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 大马上门退货 意味着中共的上千万美元的先期投入已经复制东流 也使中共的一带一路遭受重挫 但是中共的反应却较为平静 从领头吸引中方投资到走在反击中共的前沿 是什么原因导致马来西亚出现如此反转 一带一路还能走下去吗 就这些相关话题 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做分析解读 一位是现场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先生 靖远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skype上的时事评论员赵培先生 赵培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的观众朋友 节目的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个背景资料短片 93岁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8月17号到21号访问中国5天 周一与习近平会面 周二 马哈蒂尔宣布停止北京出资的一带一路计划 包括中国借钱给马来西亚兴建的200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项目 和23亿美元的沙巴天然气管道项目 因为担心会让马来西亚负债过重 马哈蒂尔周一与李克强召开联合记者会 强调两国间必须做到公平贸易 据报 在这两个项目上 北京已投入至少千万美元 中国一直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马哈蒂尔此行和中国公司 如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以及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会面 在汽车产业和数码经济领域寻求合作 好的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节目 欢迎您在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来参与讨论 也可以给我们发送手机短信到短信平台 一起来参与文字互动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大马总理上门退货 一带一路是否遭受了重挫 今天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唐靖远先生 一位是赵培先生 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请靖远 来向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他和李克强在一起招待记者 开记者会的时候说 不希望出现新型殖民主义 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看待他的这种说法 中共它究竟向世界输出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这里所提到的新型殖民主义 毫无疑问他是跟过去这种老式的就是旧的那个殖民主义相对应的 就是过去的那个我们通常理解旧的那个殖民主义 它是指通过占领一些国家的这个领土 是吧它是通过对土地的强占来获得一些资源 从而达到对这个殖民地的一种控制的这个目的 那么从这个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殖民主义呢 它其实它是就是它不是以占领你的这个土地为目的 而是通过对经济上面的这种控制啊渗透啊 来达到对政治上的影响力 从而达到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目标国达到一种操纵 一种控制的这个目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定义 从这个特征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马哈蒂尔所提到这个一带一路 它的的确确是具有这个新殖民主义的这个特征 它是符合这个特征的 而且其实要在我看来就是一带一路 它其实还不仅仅是处于就是一种在这个 就是不仅仅局限于在经济领域的这种所谓的殖民主义 其实一带一路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国家战略 那么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其实一个庞大的一个国家战略 那么这个国家战略它其实是包含了很多东西 很多方面包括这个政治文化经济 甚至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这个因素都包含在里面的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它的目标 它其实不仅仅是局限于取得一些经济上面的目标 它其实也包含了很多在政治经济 甚至包括在军事领域的一些高价值的目标 也就是从根子上说呢 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它可以说是中共过去那个搞的那个输出革命的一个升级版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它 只不过它输出呢 就是过去的中共我们知道它搞那个输出是吧 革命输出 输出革命 它的这种方式和手段呢是通过利用这种暴力革命的理论 同时加上用武器武装去支持当地的反政府武装 然后来达到颠覆目标国的这个政权 达到控制的这种目的 那么只不过现在它是换了一种方式 利用经济的渗透和扩张来达到这个控制 来施加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从而呢用这种模式来输出中共所谓的它的 中共模式就是他们自己认为什么道路自信 什么发展自信等等几个自信 就是它认为这一套模式它是一种成功的模式 所以呢它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一带一路其实就成为这种模式向外扩张 向外输送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载体 对我觉得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赵培你觉得这个马哈蒂尔的这种说法 是它一家之言还是一种普遍的观点 这个世界就是怎么看待这个一带一路的呢 其实是一个普遍的观点的现在 包括这个西方的媒体有很多介绍 其实呢这个当时旧的殖民主义 它根本上就是说从特征上 怎么能把它定性为殖民主义呢 其实是有三点的 第一点是说那个资源的攫取 第二点呢就是过剩的这个劳动 这个工业产品向外输出的一个市场 最重要第三点是一个政治模式的输出 这点呢很容易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资源的攫取 就是德国当时为什么把山东化为 它的这个势力范围 因为它想从山东玉棉化回去 然后通过它的工业产品生产成这个衣服 而且西方一直想通过几次鸦片战争 打开中国的市场 像中国卖布啊卖机械 这是西方当时的殖民主义 那么政治模式的输出 大家很容易看到这个德国把青岛化为作业地 青岛的这个下游道系统被大家评为很好 是德国当时的管制手段很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香港 尽管英国人是殖民香港这么多年 但是他仍然是把他的公平的税法和这个 一些的就是说西方法律当中的一些好的东西 带到了香港 这是一种政治模式的输出 其实这三点很关键 为什么说中共在海外这个东西就是新殖民地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是这个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向中共借了 中共就是跟他吹 说你看我的这个模式多好 腐败之国 我们借款 搞大型项目 只要你把港口 铁道 什么都借好了 咱们马上这个金钱就滚滚来了 这个斯里兰卡前总统还真信了 可能他真收钱了 所以像中共贷款了数十亿美元 其中有叫做汉班拖塔港 就借了13亿美元 那么到新政府上来一看呀 还不了 什么中共你跟我说就马上来了 我本来本国人都没有像海外进口 这个工业产品的这个风气啊 我们也不出口什么东西 这港口就废了 然后还不上中共的贷款怎么办 结果中共说好 我跟你谈判 最后他把这个港口外加附近的 一万五千亿亩的土地租到手里 租期99年 这是不是殖民主义 是殖民主义 他输出了什么 他输出了是中共的这个基础建设 这个过剩的产能 比如说这个钢材呀 这港口建设需要的物资 包括他的延驾劳动力 他都输出到这个地方建了这个港口 那么他攫取的是什么 是这个港口附近的这个租借地的这个利益 而且可能这个地呢 他可能进了很多度假村或者什么 就是他的利益 他政治模式输出什么呢 输出的是腐败之国 怎么腐败之国呢 马来西亚就很不高兴了 前总理纳吉布 跟你中共做生意 收取了多少这个资金的贪腐 家里搜出多少美金 你看看他那个形容的样子 跟中共的这个 虚材后家里搜出东西的样子 是一模一样的 输出腐败之国 为什么 批贷款 我们就向中共借款 搞基建 中共要我们6%的利息 所以这个马哈蒂尔一上台说 我们还不起债 我们不要 所以他最近取消这三个项目 就是他去北京谈的这两个项目 包括其实那个天然气项目 还有一个也是在取消的行列 其实他上台第一个就取消了一个 这个吉隆坡到新加坡 可能是条进一条高铁 还是叫一个吉隆坡附近的一个高铁项目 他首先把这高铁项目取消 就是你中共做的这些基础建设是不赚钱 反而是让我国家亏钱 我就不能这么做 所以他立马就是取消了这个 这等于是把中共腐败之国借款 搞基础建设 就是这个血贫GDP的这套的发展模式 彻底给否定了 所以就是政治输出给否定了 其实这是马哈蒂尔对马来西亚 最近的一个最大的贡献 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这个 其实刚才赵佩先生提到了这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斯里南卡这个例子 来说明他的这个殖民主义 其实我觉得这个例子 还说明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中共它这个一带一路呢 它还有一个更加更大的一个这个 就是说我认为就是它这个中共它的一带一路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什么呢 就是中共它其实它是想企图通过这种一带一路 来打造一个独立的有别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全球的产业链 这个其实是它的第一步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 中共其实它现在通过这个一带一路呢 把它自己这个过剩的一些这个产能是吧 输出到这些亚洲啊非洲的一些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 就是一带一路相关的这些国家去 那么这些国家 它会慢慢的在这个一带一路规划之中 他们会成为这个商品的制造者 而且他们制造的这个商品呢 会由中国来进行消化和吸收 也就是说中国会成为这些商品的最主要的消费国 我们都知道就是从过去20年 差不多20年吧 就是整个世界的格局经济格局啊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式来概括就是 中国呢是世界工厂 是最主要的商品制造国 而美国呢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消费国 它是这样的一条产业链 就是大体上的这个主干啊 就是这么一个主干 其实中共现在推这个一带一路的目的呢 它就是想要改变这个格局 打造出一个属于它自己的 就是把这个位置调换过来 中共自己呢 坐在这个产业链的顶端 让这些就是第三世界国家 这一带一路相关这些国家 让他们成为这个商品的 这个制造者和生产者 然后中共来成为这个相应的这种消费者 那么当然它在这种模式之中 我们知道中共这种体制的因素 由于中共这个体制的因素 导致了就是说 它这种模式它必然是采取一种侵略式的 掠夺式的这种方式 换句话说就是最终的目的是 把一带一路沿线这些国家 在经济上变成中共这个产业链 这个体系的附庸国 附属国 它其实是这个是它的目的 那么这个只是第一步 那么在此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知道中共它出了这个一带一路 它不是还有一个计划吗 他们视为就是这个最核心的 就是制造2025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它的高端制造 也是它的高端产业的核心东西 配套着这个2025的计划 其实中共我觉得它的目的 最终是想要打造出来一个什么呢 打造出来一个完整的独立的 就是以一带一路为依托的 打造出一个庞大的复合性的政经体系 这个政经体系呢 它是有别于这个美国为主导的这个政经体系 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整个政经体系 世界是从这个二战以后是吧 形成的以美国的这个为首的 以民主制度和这个市场经济自由贸易 为导向的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政经体系 那么中共想要打造的是 完全跟这个不一样的 以中共的这一套所谓的核心 为核心的这种模式为核心的 这样的一套政经体系 那么这一套政经体系 其实它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冷战时期的 那个共产主义正义 只不过这一个阵营它的 我们知道过去那个冷战时期的 共产主义阵营它的国家之间的 纽带是用什么来作为纽带 是用意识形态对吧 现在它这个阵营呢 它不是用意识形态来作纽带 它用的是什么呢 它是用的那种捆绑式的 依赖式的经济从属关系来作为纽带的 一带一路它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纽带是掌握在中共的手中 而中共它的目的是要操纵着这个庞大的体系 如果它真的形成了 它将操纵着这个体系来和 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美国为主导的 现当今世界上的这个 起着主导作用的这个体系来相抗衡 来一决高下 而最终中共的想法当然是 他们的想法是要像最终要取代美国 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带一路 它最最终的目的 它其实背后我们看见中共 它不是它自己是毫不掩饰的 中共在十九大的报告就公开说嘛 公开说这个一带一路 其实就是有别于西方的所谓 这个民主制度和这个市场经济的这种 有中共特色的这种发展模式 而且是一种被证明了的是成功的模式 所以它的一带一路的使命 就是要去推广发展这种模式 其实它说这些话 包括这个什么几个自信呢 甚至包括我们看见在 这个什么那个一带一路 那个高峰论坛上面 还公开的说这个要承担起 中共要承担起这个全人类什么 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什么责任等等 它说出这些话的背后 我觉得其实反映出的都是中共这种想要扩张 想要称霸的这种野心 我觉得这个是它真正的目的 好的 那赵培先生 中共对这个马来西亚的这种取消这个终止 这个一带一路项目 它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挺戏剧性的 大家可能看这个媒体上写的怎么严肃 其实我用一个大家通俗的话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马哈迪去要跟中共谈 取消不公平合同 他已经是铁板定定了 我就要去谈这事 中共知道了之后 觉得我还能最后努力一把 谁说我就死刑了呢 然后马哈迪的这个中国行程 本来是他直接从吉隆坡上飞机 直接飞到北京 直接跟李克强去 还有习近平去谈 结果中共说 等等老人家 您先到杭州啊 然后从杭州再坐高铁到上海 再从上海飞到北京 您体验一下我们的高铁 这个老人家就去了 行啊 不管怎么地 我先忍着吧 我是来第三下次 求你取消活动的 我先忍着吧 然后他真的飞到杭州 然后杭州 本来你说一个93岁的老人 他坐飞机到杭州 然后再从杭州再转高铁 他本来就很疲乏 而中共还不让他休息一会儿 安排这个解说原则呢 得不得得不得 我们高铁怎么好 我们高铁怎么好 一直得不到上海 然后再从上海飞到北京 这个老总理呢 是一直盯着那个 就是那个两个两国的 两个国家的公司 最后签订了这个 谅解备忘录之后 他才说了出来这番话 就是我们要取消 我们不要先殖民主义 这是这之后才说 他之前什么都不敢说 只是说我们支持一路一带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中共 如果他在签那个谅解备忘录之前 把中共得罪了 中共就可能给他脖子上砍一刀 所以你看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是他快离开中国的时候 接受采访的时候才敢说了这个话 那么老首相的这个意思很明确了 我来跟你谈的是 你能像日本那样就好 因为在他第一任这个总理任期之内 他是一个东向学习计划 主要学习日本 而日本这个哥们也挺实在的 去就直接投资 就是我不借款给你 还收你6%的利息 我要么低利息促进你发展 0.6% 0.7% 要么我就这个直接投资 比如说我进个工厂 我招员工 我买地 我卖出东西 我赚钱 我给你分利润 这是人家的投资方式 这是要直接投资 去年日本就是马来西亚 最大的直接投资国 大概投了130亿 所以这次马哈迪去 他能跟商界谈 就是谈的是直接投资 对马来西亚直接有益处的事 所以这个跟中共那个借款 发展经济的那个东西 完全是两码事了 就是直接最有利的 我们怎么来 所以中共在这一系列的 这个碰壁当中 你不管怎么跟我吹高铁怎么好 我集中破到新加坡那条高铁 我是进去不进 因为那条130亿美元 是最大的投资 我进去的不进 我不进你的款 这里面提到一个隐藏的问题 大家觉得都是借款 为什么他到 就是马哈迪第一站 是6月 今年6月份访回日本 就要跟日本谈借款 为什么你借日本 不借中共的呢 因为日本呢 就是国际上有个东西 叫做国家开发银行 叫国开银行 中国也有 就是这种银行 一般是促进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是低息贷款 一般西方的贷款利率 都低于1% 就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就国家赔钱 我要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中共啊 腐败治国之后 国开银行 给地方政府的这种 基础计设贷款 达到6% 这等于商业利息贷款 这是中共干的事 它不光在海外干 也在国内干这事 这个东西就让基础计设 完全吃不消 造成中国现在是债务飞涨 那自然也会造成 马来西亚债务飞涨 所以马哈迪就说 我尽力不要这个 这个就是套在我脖子上枷锁 这个让中共很难受很难受 等于是把它这么多年 它自认为好的 这个经济发展模式 彻底否定了 证明你中共的经济发展模式 你甭跟我说怎么好 就是霍国鸯民的东西 就是造成我们马来西亚赤字 债务飞涨 搞不好马来西亚就破产了 实际上这句话 还有个潜台词呢 我不像你中共啊 你中共能勒紧中国人的脖子 不让他们外汇出草 我不能啊 我在等地 好点还是一个正经国家 我不能跟你中共去 这是它的潜台词 但都没说出来 大家从这一系列的事情 都能分析出来 但是中共也不敢 跟马哈迪撕破脸 为什么呢 他撕破脸 马哈迪一闹 就等于是整个东盟 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 集起来反对中共 这时候中共在整个亚洲 可以就是立不住脚 所以只能大中引称胖子 这次就是谅解备忘录 我们这三个项目作废 甚至之前你取消那个项目 也作废 只能是让马哈迪达成 他的死刑的最终目的 对 我觉得还有 我补充一个 还有一个因素啊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见 中共它反应是比较平静的 这次比较罕见的 是吧 那么我觉得它有一个因素 就是现在在这个中美之间 我们知道中美现在是世界的两大经济体 是吧 美国排第一 中共排第二 那么两大经济体现在正处在一个尖锐的 对立博弈的这个状态 在大贸易战 那么必然会造成就是一些相应的 这些会影响到这些小国家 附带着这些小国家 那么他们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要不要选边站 要不要选边站这个问题 那么我觉得就是这次马哈蒂尔 他能够公开的上门退货 北京为什么突然显得还看上去还比较平静 没有像过去惯用的那种党文化的那种 是吧 那种就是强烈的反对啊 或者说是这个批驳啊等等 没有采取这种态度呢 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他们担心 如果说把这个马来西亚 对马来西亚这个翻了脸 彻底翻了脸的话 马来西亚很可能会就是跟美国走近 就是因为美国我们现在 他不仅正在这个推广这个印太战略嘛 是吧 这个印太这个框架 如果说马来西亚这个投入到美 就是站队站到了美国这边去 那么这个对北京来说 会对他将来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推进 那会造成更大的阻力 你刚才这个有一点赵培先生刚才也提到了 马来西亚它是东盟的发起国之一 它在东盟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就因为这个事情 说他来上门退货了 你把这个跟他翻了脸 那么实质上就等于告诉全天下的人 这个一带一路是跟加入共产党是一样的 是只能进不能出的 你要想出去那你可能就要惩罚你 或者是就要受到中共的打压 那它会起到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示范效应 所以这个也是中共不得不就是顾忌的一点 那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反转呢 从当初领头吸引中共的这个投资 然后现在变成了走到这个反击中共的前沿 你这种变化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马来西亚它这个反转毫无疑问 最主要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跟它的国家利益有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马来西亚现在上门退货呢 它只是一个结果 从因果关系上来讲 原因是因为一带一路本身出了问题 一带一路在这个马来西亚在很多的国家都出了问题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有两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一带一路所造成的这种 我们从这个概括的讲 它这个一带一路造成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债务危机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就像巴基斯坦和刚才赵斌先生 也就提到了那个斯里兰卡那个例子 其实不光是这两个国家了包括这个尼泊尔啊 包括缅甸啊 他们都已经取消了跟中共合作的那个比较大型的这种 就是基建项目就一带一路的这种项目 他们其实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债务危机 因为中共这边发放这种高利率的贷款 给他们去进行这种大型的建设之后呢 但是这些建设这些项目呢 它其实基本都是不盈利的都是不赚钱的 所以呢对这些小国家来说 它本来它小嘛 它的这个GDP啊 它的这个国民的这种生产的这种基础 它都是比较弱的 一个大项目就可能使它背上非常沉重的债务 那么这种沉重的债务就会使他们被捆绑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一带一路它实际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让这些小国最后在这种债务危机背不动的情况下 成为无形中的成为经济上对中共的一个附属国 它其实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像那个斯里兰卡那个港口被拿走一样 是吧 中共就直接就拿到了99年的这个使用权 那么我们看见巴基斯坦甚至已经都挤眼了 巴基斯坦号称是跟中共关系还是很好的 叫做巴铁是吧 那么就跟中共关系非常好的这样的国家 现在都到了什么地方呢 巴基斯坦公开去向这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去求救 就是说你要再不给我们贷款的话 我们可能就面临着要破产了 就是已经到这种程度 那么这些呢 我觉得前车之鉴在马哈蒂尔看起来 那都会只会使它产生一个结果 就是它觉得这个一带一路的风险极高 这个一带一路是不值得信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它才会导致它产生这种反转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腐败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带一路呢 它是有一个特点 叫做中国制造为了中国 因为所有一带一路这些重大的建设项目呢 其实都是由中共这边指定由 主要是中国的这个国有企业去承担的 那么这些中共的国企 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腐败厂 它就是这个腐败体制之下的这种产物 它输出到这些国家去 它其实就把这个腐败的这个机制 其实自然也就带过去了 然后呢 结果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输出腐败 所以那么在马来西亚最典型的 就是这个前总理这个纳吉布的贪污了 因为纳吉布的这个贪腐案 现在不是马来西亚还正在调查吗 它调查的重点就是这个跟一带一路是有关系的 因为纳吉布涉嫌从一带一路的这个投资里面 挪用这个基金去投入到的它的那个一码基金 去偿还它那个一码基金的债务 而且呢 整个这个案子运作的这个操盘手 就是一个中国人叫做刘特楚的 是应该是一个华裔吧 就是这个人现在就还藏在中国的 这次马哈蒂尔访华之前 还曾经有很多媒体在分析 马哈蒂尔有没有可能会要提出来引渡这个人啊等等 他就是所有这些信息他都反映出来 就是一带一路背后有非常复杂的 非常深的这种腐败的这种黑幕在里面 那么这个对马哈蒂尔这样一个 他刚刚才上任的就是就是才上任的 他其实不是第一次了是吧 他之前也当过总理了 这是他是第二次这个再当选 这个总理他上任 那么他是对这个情况是非常清楚的 他对马来西亚的国情是非常了解的 那么这些这么触目惊心的这种贪污和腐败 是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 那你想站在他作为一个国家总理的角度 他能够对这个这个一带一路 他没有不起戒心吗 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他这个就是政治技巧做得比较好 是吧 给足了北京的面子 没有让北京觉得太难堪 但是呢他还是态度 我们看见他就是拒绝这个一带一路 他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是最主要的 就是他产生这种反转的这个原因 那赵文先生 你觉得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项目 在马来西亚还有没有重新启动的可能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马哈利尔在对记者讲话的时候 他提到了这个 虽然取消了一带一路的项目 但是他还是欢迎中方到这个马来西亚去投资的 其实这个说话就非常有技巧了 他的意思说你借款给我搞基建的腐败治国这套 我不干了 但是呢你直接投资 我都欢迎 谁给我投钱我都欢迎 我们看到他在中国是跟这个极力汽车坦 其实马来西亚本身呢也有汽车制造业 而且呢马来西亚的汽车制造业还是日本帮他建立起来的 他有自己的国内的品牌 其实整个极力如果到马来西亚投资 那么极力生产出来的汽车能销往哪里呢 那只能销往中国 那还有他跟马云谈 谈这个在淘宝上卖东西 我想呢这个马云到加拿大来 加拿大总体跟他谈的是我在淘宝上卖龙虾 当然呢这个如果您卖到死龙虾 就可能半价或者退货干什么的都可以 那么马来西亚他可能也是走这招 就是我把我的产品通过中国的定商网络 这个输出到中国 他其实等于反过来就是为马来西亚的产品进入中国打开渠道 他整个做的就是说 直接投资或者购买我的产品可以 但是腐败治国 这个贷款高利率来发展激进 这个事你中共干的得 我们是正常国家我们不干 其实这背后的猫腻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就是以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东部的这个铁路为例吧 中共给的报价是100亿美元 这个前总理啊就是前塞足了之后一算可以啊 我们这个可以进啊之后运营之后还有盈利啊 但是这个铁路刚开始就已经超标了50% 也就是说可能最终进程是150亿美元 那么再往后再开始进 这个铁路还没开始就已经预算超标50% 再往后进可能超标100% 为什么呢 在中国大家都明白嘛 中共的公司是低价位吸引你中标 我说100亿 但是过后呢 我说你这个隧道不行 要走一条电线多加1000万或者干什么的 就是中共公司在国内的腐败治国方式下 它就是这样做生意的 所以呢 这个先上任的这个财政部长一算呢 现在已经超标50%了 以后怎么办 这条铁路肯定是亏钱 就是我们即使进程了开始运营都是亏钱的 你中共跟我讲说什么铁路一通黄金外面 这是胡说八道 那个地方是我们最穷的地区 绝对没有什么工业品和原材料出厂 那么在这条铁路对我来说绝对亏本 我不能要 所以呢 这条腐败治国东西倒是被人打回来 人家是彻底的不要这个 但是你直接投资可以 你跟日本人一样 来我这直接投资办厂 在东部直接办一个厂子 出厂完了船运回中国 可不可以 可以 我们支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解决了本地的 本地人就业和本地的产品的输出问题 所以这些项目都可以 可以说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 其实有个统计的 2013年呢 到现在 它总共有1674个基础建设项目 大概有234个遭遇阻力 其实都这样 马哈迪还算一个很传统的老人 他到北京直接跟你谈 那委内瑞拉中共借的110美元 人家跟你谈吗 不谈呢 直接赖上就赖掉了嘛 所以它等于是很多失败的项目都没列在其中 这个是人家明跟你讲的 人家还很仗义 就是我不跟你谈了 我们亲个谅解备忘录 大家就算没有这个事情 那么可以说 中共这个一带一路项目 等于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其实它这个一带一路项目 这个失败也是源于 它出口 它自己腐败 之国人家不接受 好的 而静远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就是说印太战略 美国这个川普政府提到一个印太战略 那我们知道那个美国前不久 他也推出了一个1.13亿的这个 要在印太地区投入这么多钱 1.13亿美元 然后去支持一些弱小国家 那有观点就是说 这个美国的这个投资 就不是新型的殖民主义吗 我觉得这二者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首先就是从原则上讲的 就是说美国所提上的这个印太战略 它是有一个原则是 就是自由与开放 它是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来做的 那么这种体系呢 和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中共这种 由中共来包办 我来给你投资 我来给你成建 就是跟这种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它的区别在哪呢 就是在行政上面呢 就是一个呢 中共这种模式呢 它是垄断式的贸易 是垄断的为特点的 而这个美国所提倡的 这种印太战略呢 它其实是一种市场经济 是自由贸易 第二一个呢 中共所提倡的这种模式 说白了说穿了 它是由政府来主导的 而美国所提倡的这个印太战略 它是由市场来进行这个主导 所以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在里面 从表面上看呢 就是说我们看见 这个美国投入的资金 其实非常少是吧 只有1.13亿 1.13亿美元 对 就这个资金要跟中共的这个在一带一路的 这个投入的这个资金相比起来 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 是差了很多很多倍了 那么其实中共的媒体 我们看见还曾经有写文章来进行嘲笑 就说你这么点钱 你能起什么作用 其实我觉得美国它这个推的这个印太战略呢 它的目的恰恰它打的是软实力 它背后比拼的是软实力 是背后比拼的 说白了是价值观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中共所推崇的这个模式呢 是所谓中共模式 中共特色的这种模式 也就是说以政府为主导的 带有共产主义的这种侵略式的 略夺式的这种特性在里面呢 是这种发展的这种模式 以这种模式说白了 它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模式 而美国所主导的这个模式呢 它是就是在民主制度为背景的 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那么这个模式它产生的这个真正的后果呢 结果呢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大家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它其实带来的是这么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我们打一个这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中共这种模式相当于是受人以鱼 就是给你一条鱼 你吃了觉得舒服呢 你还要想再吃呢 你就得继续向我要 我看我要满足什么条件 我才会继续给你 那么这个无形中就是让对方 对他形成一种依赖 依赖的背后其实就是操控了 那么美国这种所推的这种运台模式呢 它也是受人以鱼 但是它这个鱼呢 是那个三点水那个鱼 也就是说我觉得它其实是 告诉你一个方法 这个1.13个亿这么一点很少的资金 它其实只不过是相当于一种启动资金 它的目的是来营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 就像把这个水养活了 有活水 那么大家这些鱼啊 你都在里面鱼养的好了 你有本事你就自己去打鱼吃好了 它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我觉得这两种模式最根本的区别就在这儿 好的那赵培先生 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 马哈蒂尔所说的这个新型殖民主义的这种说法 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观点 那据你分析像这种情况一带一路还能不能走下去呢 其实这个不用我分析 大家问问中共能不能走下去 其实这个一带一路啊 你把它剖析开来讲 你看看中共的历史就觉得它不现现 它只不过是把它历史的做法给扩大化了 它历史上怎么做的呢 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他鼓吹我跟坎桑尼亚好 我给他进铁路 其实就是中国摆送给人家 中共的历次的铁路投资 在海外的都是摆送都是亏本的 那到了这个胡锦涛时期啊 邓小平时期啊 他就觉得咱们不能摆送吧 咱好点的带点款给他 我们那个啊 将来你铁路运营有钱你还给我吧 那么到这一系列的投资 在非洲的投资到胡锦涛任期结束 胡锦涛一笔免掉了 非洲100个亿美元的债务 当时中国人觉得啊 怎么这么可以免掉了 他都借给那些国家绝对是还不了的了 那免掉就免掉了吧 那么现在又搞了个一带一路 说个不好听的就是 把那100亿的美元的贷款给扩大到更大的范围 欧洲亚洲非洲就是全世界大撒钱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说你借款给人家 人家能不能还得起呢 还不起 还不起最后就还了 那么还了之后 这些钱还都算成中共的外储了 中共的权贵利用这个机会转移资金出来 所以可以说胡锦涛之前的100亿美元都收不回来 那么你现在一带一路多少钱你都收不回来 那么你就问问你自己达到这个极限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矜持下去 他其实是矜持不下去的 就是这种经济模式 你在中国国内能不能矜持下去 你矜持不下去 一个铁道总公司 你在中国修那些高铁 只有两三条路是挣钱的 其他全亏 铁路总公司的债务就达到了4.7万亿人民币 在2017年连利息都还不上了 结果银行的这个借给铁路总公司债 都变成了股份 也就是银行也跟着亏 中共的地方政府搞的这个基础建设 它的债务高达多少呢 22万亿到40万亿 因为中共还有一些隐藏债务 你看不到的 所以据估算最大规模可能达到40万亿 也就是中共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破产 你能不能矜持下去 可以说中共的这种腐败之国模式 你国内国外都矜持不下去 达到了极限 达到了极限 中共的媒体就喊 年轻人准备好过苦日子吧 这中共的人民日报喊的和这个中国经营报 都在喊这句话 这不是我喊的 所以为什么呢 是中共这种无理性的发展模式 甚至是把中国后代所能借的钱 都借光的这种发展模式 终究是有个尽头 大家不能任由它继续去毁坏国家 我们应该学马来西亚总理 我们应该制止中共的这种投资 那你只能让它下台 才能制止得了它这种无理性的投资 然后最后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那个 其实中共这个一带一路究竟能不能走下去 我们从一个国家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一个国家的反应 我觉得就可以得出结论 这国家就是俄罗斯 因为我知道俄罗斯是这个 中共这个外交的重点国家 它一直是用联俄抗美 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战略 那么俄罗斯也是中共这个一带一路 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目标国 那么俄罗斯我们看见 它最近在连续它的主流媒体 连续在发表文章 对这个一带一路提出批评 而且是非常 这个态度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俄罗斯它为什么来否定 开始站出来 公开站出来否定这个一带一路呢 其实原因就三个 第一个就是他们也是明确地指出来 一带一路所造成的这种债务危机 俄罗斯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危险 第二呢 就是中共输出这个一带一路 它客观上会让这个 比如说那个高铁 因为在俄罗斯最主要就是那个高铁项目嘛 就是莫斯科到卡山的这条高铁线路 那么它在技术上面 会让俄罗斯对中共形成技术依赖 这个是俄罗斯非常警惕的 形成依赖 这个是它最警惕的东西 第三一个呢 它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输出腐败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作为中共最重视的这个外交战略的 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 俄罗斯这个国家是吧 我们知道中共是花了大价钱去拉拢的 对一带一路都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俄罗斯它曾经有过 跟中共一样的这种意识形态 它过去曾经是共产主义国家 那么我觉得可能是跟这个因素有关系 因为他们正因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他们对这个中共这种共产主义制度背后的 它虽然话说得很漂亮 但是这个漂亮话的背后的真正的目的 和真正的动机 他们其实有比一般的国家更深刻的洞察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根本的原因 就从这点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一带一路其实没有什么希望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观众朋友再会 感谢观众朋友再会